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秘書 我今天要為大家來做一個實驗喔 這一次的實驗會比較仔細一點 所以影片也會比較長一點喔 請大家內心把它看完喔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囉 嗨大家好我是小秘書 我們今天要做關於水池穩定劑的實驗 好久不見 哈囉小秘書要來啊 好不然我今天要買這個測試水池的測試劑 謝謝 掰掰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實驗呢 前幾天有一個小朋友他就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換水之後 沒多久就死掉了 那我就問他啊 他是用什麼樣的水去更換的 然後他就說他用他換水的時候 就加自來水過沒多久就死掉了 他就覺得很傷心 我就想說不然我就為他做一個實驗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要來測試說 水池穩定劑是不是可以處理 現在我們要去裝一些自來水 走了 所以已經裝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做實驗了 這個是魚零的測試劑 我們要把它先拿出來 他這裡有一個瓶子 跟測試劑 等一下呢我們會在這個瓶子裝20CC的水 這個會裝20CC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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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1號的是計倒入8B 然後這個是計粉 再倒入1茶匙 現在我要用低管把它浇到20CC 有了20CC 現在已經裝滿20CC的水了 然後這裡有那個測試的測試劑 他如果試劑只要是在0.02以下的話 代表這個是安全的 那如果在0.02以上的話 代表是有危險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 這個是試劑1 要滴入8B 1 2 3 4 5 5 6 7 8 這是第一劑0.02 這是2 這個要加入1湯匙 哇 剛剛都變色了 我們要把它搖均勻 我們要把它搖均勻 搖均勻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哪一瓶 比較像這一 這一個 就小秘書來看 他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讓我們來看他的結果分析 如果是0的話 他代表是安全的 然後介於0.01之間呢 他是長期持續則危險 可添加除濾劑 那如果在0.02的部分呢 就是短期會有危險 然後也可以添加除濾劑 我們今天測試出來的結果呢 是高於0.05的 這個呢 就代表說有立即性的危險 所以換水的時候要添加除濾劑 這個是我們常用的水質穩定劑 我們今天就來測試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除濾 這個小秘書 只是純粹分析 所以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可以到你們附近的水質管 去購買就可以了 這一瓶水質穩定劑的說明 他是每38公升 使用10ml的試劑 然後這裡 剛才有算了一下 大概使用2ml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做測試 這是新的 啊開拓 欸有了有了 欸有了有了 2ml 然後加下去了 為了讓四季跟水可以混合均勻 小秘書準備了這個小馬達 再把它放在裡面 洗一下 然後去開 然後去開 現在已經大概用了2分鐘了 小秘書讓把電拔掉了 現在水已經跟水質穩定劑 唉唷 現在水已經跟水質穩定 唉唷 好煩喔 現在水已經混合均勻了 我要再做一次實驗 我把剛剛測試過的先倒入兩杯裡面 然後再做清醒之後再來做測試 對 這個我去洗一洗 我們現在加入20ml的水再做一次實驗 好 我們要滴入8滴 1 2 3 4 5 6 7 8 8滴 1 2 3 4 5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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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符合均勻 看一下他 都沒有變色耶 我們來看一下 哇!他圖綠耶 這也太神奇了吧 真的耶!他沒有變色耶 安全!他是0 現在小秘書想要測試 我們把水質穩定劑 加入第一次的實驗中 看看會怎麼樣 再給他搖一搖 好像有變爛耶 靜置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也變透明了 小秘書今天的實驗就做到這邊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這罐剛拆封的水質穩定劑 小秘書想要送給觀眾朋友 只要你們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會在5月13號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喔 那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